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及其三块上古神器 便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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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是雷龙 雷龙和梁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但是它比梁龙要大很多 算得上是巨型的恐龙了 迟早有一天 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宠物 现在我要开始收集材料 来制作一些防身和进攻的武器 石头 碎石 还有石头里面的金属 木头 薄草和纤维 我做好了我的第一个远程武器 弹弓 笨重的后壁龙 成了我试验弹弓的火把子 第一发 成功命中 后壁龙向我冲了过来 诶 它的奔跑速度怎么会如此之快 我印象中的后壁龙是很笨重的 但是它愤怒的时候 追赶的速度也不容小觑 后壁龙的头非常的坚硬 如果是近战的话 我不可能有一点胜算 好在我拿的是弹弓 我爬上这个大石头 它就没有办法攻击到我了 不好 连这么高的石头它也能爬得上来 我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奔跑 拉开我们的距离 找机会用弹弓打它 这种放风筝式的打法 非常适合对付跑得比我慢的恐龙 后壁龙见完全无法追上我 准备撤离 还想跑 终于 后壁龙晕倒在了我的弹弓之下 好机会 我何不借着这个时机 把后壁龙给驯服呢 我要在后壁龙醒来之前 摘到它最喜欢的果子来喂养它 我要加快速度 以免它提前醒来 再次对我进行攻击 还好我在它醒来之前 把果子送到了它的嘴里 但是它突然站起来了 让我有点担心 它会继续攻击我 因此我要先躲开一段距离 观望一下 当我的口哨吹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 它已经被我驯服了 跟我来吧 诶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肚子鸟 这天然的美味 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我让后壁龙帮我一起来捕杀它们 也正好能锻炼一下后壁龙的攻击性 多多鸟的身上不但有美味的鲜肉 它的皮还可以用来做后壁龙鞍 现在我不再需要完全靠自己的双脚长途跋涉了 当骑上后壁龙的瞬间 我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得到了舒缓 强烈的征服感油然而生 后壁龙能帮助我快速的采集果子 伐木 获得更多的资源 它的头太坚硬了 我非常享受这种无所畏惧的感觉 从此我有了一个强力的保镖 诶等等 这是什么 后壁龙喷出来的紫色气体是什么 它好像能对其他的动物起到震惊的作用 干的漂亮 来 跟我去进攻对面的复制龙